女人性整性女人味 男人看不懂 原來是最聊什麼 當兵 所以我穿的是迷彩 好有熟悉感 好有熟悉感 是不是很熟悉 有 不是 你們就會覺得 數碼頭的日子快到了 要出來了 我就跟班長說 我要再當兩年兵 快點 你撐下去 撐下去 女生穿白色就是個女神 而且上面有蕾絲 你不覺得蕾絲就是浪漫 花蕾絲 如果我是走在妳後面 我是跟妳第一次去約會 妳的後面那個下半身 看起來像是一件很鬆的內褲 對 我就是要講這個 她這邊有兩條線 太像大內褲了 對啊 像高腰的大內褲 好像是迷彩感耶 吃飽啊 老實說 說什麼 主持人 換人了 好 美人姐妳好 妳這樣很沒禮貌耶 摔得好用力喔 沒有 給她放這裡好了 對 還是要緬懷一下 好啦 給她隨便放 隨便放 好多了 好 好 是的 所以今天是NONO了 對 我來服務一下美人姐 為了配合NONO我今天穿特別高 好美喔 好美喔 要不然畫面上就沒有辦法 是的 今天真的太漂亮 要拍腿嗎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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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這樣看納豆好意思嗎 妳平常 沒有啦 我跟納豆一樣高 美人姐 越來越有女人味了 真的 從單身貴族之後 而且身材越來越好 妳怎麼這麼說 今天網路搜尋 宅男女生 妳還是前幾名 真的啦 真的 我的年紀都女神他媽了 沒有 因為這個大家常常講嘛 對不對 天下沒有醜女人 只有老女人 對 我覺得女生要多愛自己 然後開始的這個打扮自己 就可以越來越好這樣 你真的要站這裡嗎 對 那你要經過老實說 來 這麼快就老實說 老實說 真的嗎 我的天啊 KIT曾經誇口 要成為演藝圈大哥大 你有什麼話想跟他說 我覺得他很有潛力 太晚了啦 太久了 你覺得你有比納豆誠實嗎 當然啦 我比納豆誠實 好 有的話請說出 余美人的三個缺點 那個 他有女人味了 水中丁 好會喔 然後 現在這個 行情太好了 缺點太多了吧 太強多了 好 出道多年 你覺得你哪一次的造型 最不堪回首 最不堪回首 有一次我 有一次我辦美人語的時候 好想唱喔 好 請回來 好 好 他的角度美人語 我都出自內心 我都講實話的 對 好 現在你回答還算程序的份 那這樣美人姐 我跟你分享一下 剛剛我們不是說女生 要自己會裝扮自己嗎 我們在網路上面啊 因為現在時下 其實時下女孩子都很會打扮自己 是 沒錯 對不對 那可是還是有一些喔 他就是用力用錯地方 還是有一些NG的穿著 就讓大家這個 往事不堪回首 看一下 我們在網路啊 搜尋了六百多張的照片 就是女藝人的NG穿法 我們挑選出了一張第一名 真的假的最頓居的穿法 對 各位有沒有關係 我不知道 這是納豆提供的 對 對 他用簡訊傳來的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到底是誰呢 我就跟你說吧 納豆心機這麼重 你看 為什麼會這樣穿衣服 這可能要請那個佑群老師 你大概看一下 這個是 就是他說 這還都不是我自己穿的 我是 我們都有服裝適配的 那我知道了 你得罪了服裝造型師 他是說 怎麼會有襯衫 然後外面再加牛仔外套 對對對 然後又加項鍊 然後又很寬的那種牛仔布的那個 這是西裝褲是不是 西裝褲 然後配一個 這是半筒靴嗎還是 不知道這什麼東西 不會啊 也是因為這樣對照美人姐今天穿著 才是超漂亮的 天啊 今天穿得好像 安傑莉娜球莉喔 真的 好可怕喔 以前啊 每個人都有過去 對 而且妳還戴眼鏡 對 那時候妳的 對 那時候美人姐的形線好像就 只有專門做知性這一塊 完全不會讓她 對她有其他女性的聯想 而且其實坦白講 對以前的服裝師 我也覺得很抱歉 那我 因為我現在 坦白講 這個節目呢 我有重金禮聘造型師 是 很兇的造型師 所以你們會發現 我在這個節目的穿著 比較fashion 都不一樣 對 我知道 因為以前妳有自己的意見 對 之前那個服裝師 現在有去上香嗎 沒有 因為我覺得這個可以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做這一集 就是我們會被慣性所牽引 對 我就是習慣這樣穿 你不要管我就是這樣穿 不管自己好不好看 不願意去接受別人的這個建議 對 所以 我其實這些衣服全部都丟光了 對 我在婚變之後 做了一件很 很誇張的事情 很酷的事情 很酷的事情 把過去的衣服 全丟 不要再穿 所有的過去全部都拋開 這個在英文叫clean the closet 對不對 我大概只留下 我大概只留下 二十分之一的衣服 我的天啊 連安德威爾也全丟了 對 幾乎全都用了 我那個暴瘦 對 那個內褲真的會掉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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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話說的 內褲冷氣 對 對 所以我覺得 真的 以後 這個我就回家看著這樣子 出門不要這樣穿 激勵自己 對 這還是比較好看的時候 我還有穿更糟的 謝謝你喔 趕快收起來 好 收起來 好 收起來 今天我們 是 有 三位 女神 他們穿得很女神 女神 看起來是三位是要安坐 對不對 安坐 神明請回家 開關 我們還要請了 提又曲 我們今天為什麼會做這一集呢 就是因為我們之前有提過說 很多女人穿著沒有女人味 對 那很多人覺得說 穿得舒服自在 就不會有女人味 今天我們要打破你這個觀念 沒錯 女人味是在一些細節 你只要把握這幾個細節 你就會有女人味 那我們看一下 女人到底什麼樣的穿搭 會讓男人難以接受 是 平常你們都問不到 因為你們的男朋友 都不敢講真話 是喔 講真話 今天就不用上床 不用吃飯了嘛 也對啦 豆瓣會成讚 對不對 所以都是昧著良心講 要閉著眼睛 很好看很好看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有做一個調查 女人NG前五名的穿肘 是什麼 而且就是由男人的角度來看 對對對 我們今天會嚴格來檢視一下 公平啊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NG第五名是什麼 沒有 太多 這一定要好不好 太多 我們還沒說你 你怎麼自己講話 最好入座 對啊 你頭髮撩開來我們看一下 對 你耳朵那個是什麼 哇 哇 對 沒有 你知道有一本 那個科夢什麼單的 然後呢它有 它有說 科夢先單啊 它真的有說 它有一個告訴說 如果女生戴大的耳環 可以刺激男生的那個欲望 是真的 是會讓男生就覺得有 想要接近你的錯動 那你把頭髮往前放 然後你再甩一次你的耳環 給我們看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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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好 好 好 亂 好 我剛剛看到 我剛剛看到一隻獅子 牠就這樣 頭髮一甩消失在地平線 你很厲害 那個 應該一定很痛 穿金帶銀 真的女生戴大耳環 你們會比較有信譽嗎 這好像已經是 你剛剛是講的信譽 對 就會讓男生好像刺激男生 會比較想要 對 慾望 我好像記得只有在非洲 有些食人族才會大動 爪哇那邊 腿很大 然後就是 要有一個圈圈進去 不一樣 問一下 佑錡老師 其實我覺得 我是第一次聽到 因為女生 男生對女生的飾品 我覺得適度就好 比方說如果女生想要 讓男生注意close up 她的這個地方 她戴一個很細緻的項鍊 反而男生敢認真的去看她 對 這個項鍊長得什麼樣子 好可愛 然後偷偷地去靠近她 產生一個話題 可是太大的話 男生就不好意思看 對 因為甜甜那個大的 而且她是金的 我很想過去拉 然後叩叩叩叩 古代那個門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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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